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情人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到底今天中国的社会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咱看挺多 什么独裁的寡头 金融寡头的 权贵寡头的这种制度 有的说国家资本主义 有的说是社会主义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也有人说这叫国家资本主义 反正出什么词都有 我自己看的挺累 挺累赘 累赘的意思就是说 弄那么多文化词给咱弄的云山雾罩 很简单 国家不是咱的 国家是少数一两百个家庭的 人家把这国家给分 然后人家儿子孙子们各居一方挣着钱 就完了 军队 军队以国家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在保护国家的名义 被掌控在太子党的手里面 那老百姓挣的钱 交的税 相当一部分给了军队 养着军队说是保护国家 军队给分成几块成为家族挣钱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现今的场面 您说这国家到底是什么体制 当然甭管谁说它是什么体制 一点很清楚 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社会 这应该是我们应该说从评论上说最准确的一个说法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 在评价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失灵 文章上来提到 德国媒体认为 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正在增加 就连对中国乐观的西方专家也有怀疑了 人们期待着中国经济软着陆 为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许多问题与现实的体制和裙带关系有关 第一个副标题它就说 力气已经明显的变顿了 这个文章是来自于法兰克福汇报 它是德语翻译过来的 它这么讲的 中国只能用中国来衡量 而不是用西方去衡量 预告增长也是这样的 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值 只有相对的比较 北京如果规定8% 就会期待着至少要多出1.5% 这一次是否会成功还难以确定 如果中国这个季度以低于8%结束的话 那就会意味着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值 如果全年低于9%的话 就是10年以来最糟糕的成绩 然而经济每年必须保持在 6%到8%的增长 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说的这一切呢 是按照西方的数字呢 来衡量的 保八的说法呢 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文家宝已经明确说 2012年将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 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呢 连续两次降息 降利息呢 就是典型的用经济手法 刺激经济 刺激消费 刺激投资 但是中国的社会 却是一个经济的主脉 被极少数的家族控制 而这极少数的家族 又把每年的钱呢 居为己有 然后转移到海外 以备后患 以备这条船沉下 形成了今天真正的场面 所以到底是百分之几 我觉得问题都不重要 问题真正重要的 就是老百姓问你自个儿 你敢花钱吗 你对明天有信心吗 这就比什么都重要 文章接着讲说 与2008年四年前 那场危机相比较 目前的利器 已经明显的变顿了 2008年中国能够摆脱萎缩 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油的 然而随后的过量流动资金 导致了物价上涨 根本不可以遏制 只有花大力气 以增长受影响为代价 才得以控制通胀 央行无法再走过廉价资本的老路了 尤其是这些资金 透过房地产的泡沫 产能过剩和不良贷款 而再次实施经济刺激本身 同样是没有出路的 地方基层政府直到今天 还在债务的压力之下 呻吟着 什么意思呢 他这是翻译的很文化的文章 2008年底 实际10月份左右 出现了以美国两个房贷 公司崩溃 出现了整个美国为主的经济危机 把全球的金融带下去 金融状况带下去之后 把经济危机 整个的经济带下去 美国市场出现萎缩 出现这个衰退 那这是当时的状况 今年现在的状况呢 却是以美国市场无法复苏 欧洲市场衰退的这种第二波出现 而2008年到2009年 中共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 当初拿出了4万亿 投入市场基建 很多的房地产 包括高铁 是在这个期间出现的 所以靠中央政府印票子 进入市场 把市场烘托起来 你看看2009年 2010年 那是大国崛起的年代 那是中国人有钱的年代 吹嘘的年代 今天 中国社会承受着当时的政策的 所带来的后果 他今天不能再印票子了 再印票子 市面上就得出1000块钱一张 一万块钱一张的票 对吧 而整个市场呢 却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的原因 是那印票子的结果本身 刺激了整个国内社会的投资 而投资带来的回报呢 是被极少数家族拿走了 而老百姓呢 却承受着这4万亿 甚至40万亿货币进入市场之后 给物价带来急速膨胀的恶果 老百姓挣工资 靠出卖体力来挣那点钱 扛不住黄过涨价的钱 扛不住大算涨价的钱 真实的意思是 扛不住国内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 印票子 印出来的票子的速度 就出现了现在的状况 这就是最麻烦 而更麻烦的是 赚的钱呢 被少数人拿走了 而老百姓呢 相对比较呢 生活实际更加的贫困 所以文章解释说 中国这一次想把一切都做好 所以小心行事 然而重要的环节 已经根本无法把握 最新的数据显示 对欧洲出口明显下降 欧洲是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地区 问题就在于 目前整个欧洲地区的危机 再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再转移 紧接着他提到一个说法 他说面对现今的状况 乐观派也持怀疑态度 文章的就直接讲说 对中国怀疑论人一直都有 但他可怕的预言 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出现 因为中国经济除了问题区域本身 还有很多区域取得了成功 然而就连一些以往中国之友 也开始怀疑起来 今天中国看似成功的地方 是不是完全已告终结了 我自己觉得呢 看似成功的地方呢 它是表面化 道理很简单 中国就像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 你对比一个小渔船来讲 在这航空母舰上出一点什么事情 你看不出来 即使航空母舰在颠覆的过程当中 对比小船的颠覆 它也同样需要时间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一个小船翻了 在水里影响到范围小 一个航空母舰翻了 那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风波 这个结果也不同 紧接着他就提到说 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 何以会爆发中国危机 一大担忧就在于 国有企业 尤其是基础建设领域 投下了巨额不良贷款 取数额可能大的 连中国政府大量的外汇储备 都不足以弥补的 但中国可以因为增长缓慢 而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 因为内地劳动力 依然涌向繁华的沿海地区 却找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这里就非常可怕了 我们说过 他这里说 往基础建设 盖房子 盖厂房 基本公路 马路 做这些东西 出现了太多的不良贷款 一部分不良贷款呢 是真正投资失败 更多的不良贷款呢 是被这些当官的 有权的人 把钱直接圈走了 其实就这么点事 然后他说数额有多大呢 大到了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 无法弥补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问大家伙一句 今天有两万亿三万亿的 美金的外汇储备 你说外汇储备在谁名下呢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文章也讲说 对世界经济来说 中国经济崩溃将是灾难性的 会导致巨大的失衡 这是肯定的 我们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所以文章最终的结果 是这么讲 中国深陷危机的后果 是如此的大 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想象 也许中国能够成功的软着陆 但为此必须进行深刻的 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的表明 对于中国大部分投资 失误和经济问题 都是共产党的特权和裙带关系 负有责任的 无论如何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 灵丹妙药已经不再有效了 任何人都意识到 真正的问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我自己觉得呢 政治体制改革是杜绝整个腐败现象 就是把腐败从根上挖掘掉 同时抛弃共产党 会把整个国内的社会压力放松 人们对未来 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当充满希望的时候 国内的市场有可能真的就可以活跃起来 因为人们有希望 人们就敢有动作 人们没有希望 人们只能守着家里那点钱 为了最后能够买点盐 买点馒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